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而中国恒大未能在它自行设定的最后期限内 也就是7月之内交出债务重组方案 这增加了恒大命运的不确定性 恒大在今年1月表示 将在7月底发布初步重组方案 而直到上个月 它还告诉债权人 它有望在最后期限前交出初步方案 并且敦促债权人要保持耐心 那么在今天周五最后期限的这一天 恒大的确发布了令人期待已久的一个公告 公告概述了恒大物业子公司和电动车子公司 股权的一些潜在用途 但是它没有提供任何 关于如何重组超过3000亿美元债务的具体细节 一位与国际债券持有人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 恒大距离达成全面重组计划还相去甚远 缺乏细节凸显了恒大漫长而不透明的重组过程 预计这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重组方案 并且将对其他开发商产生深远影响 路透社此前报道 恒大曾经提出过一个债务重组计划草案 主要是通过分期付款和债转股的形式 但是一位参与该过程的人士表示 由于没有得到其最大债权人的批准 这一草案后来并未成为正式提案 交不出重组方案的恒大 同时还面临着烂尾楼的压力 恒大周诺表示 其96%的预售和未交付项目 已经部分或是完全恢复建设 而面对中国大量无法动工的期房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正在考虑一项新的计划 从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公司手中 拿回未开发的土地 把土地给健康的开发商 然后让那些健康的开发商 有动力去帮助完成一些烂尾楼项目 该提案仍然在讨论当中 它可以成立的原因是 中国法律有一条 如果两年后土地仍未开发 那么允许地方政府收回 对出售给房地产公司的土地控制权 而且无需赔偿 这将使得当局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重新处置这些资产 但是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因为他们将失去对开发商 一些最有价值资产的索赔权 知情人士补充说 在某些情况下 政府还可以对被征用的土地 进行重新分区以增加其价值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正在与其他监管机构讨论这一提议 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数据 截至去年年底 中国前100家开发商拥有的地块 总价值42.5万亿元人民币 当年开发商大举借贷购买土地 期待土地价格继续上涨 但是在房地产行业受到监管 形势恶化之后 房价土地价值都受到了拖累 结果导致许多开发商 无法或者是不愿意去开发这些土地 根据最新的报告 截至今年3月底 在去年第一批集中拍卖的土地中 只有37%已经开工 周五 河南和安徽的金融部门宣布 从下周一起 更多的村镇银行的储户将会得到补偿 同时 河南的三名金融官员被带走调查 自4月以来 河南四家村镇银行和安徽省的一家村镇银行的存款人发现 资金被冻结 存款无法取出总损失估计约为400亿元人民币 因此导致了一场绅士浩大的抗议活动 河南和安徽当局宣布 从下周一开始 向被诈骗的储户进行第三轮还款 个人存款在10万元至15万元之间的将会得到政府的偿还 而此前第一第二轮已经分别向存款5万元以下和5万到10万的储户进行了补偿 存款较大的储户则仍然在漫长的等待之中 有一位储户表示 他与父母和妹妹在河南四家村镇银行中的两家一共存了约100万元 目前的预付措施对他这样的大储户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 他非常担心大储户最终可能无法拿回全部的资金 因为河南政府至今都没有出台整体的还款方案 政府调查称这是一起复杂的金融诈骗案件 在宣布第三轮还款的同一天 中国银保监会在其网站上通过声明 宣布对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非营二处处长郭晴 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开封监管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夏军进行纪律调查 同时中央纪委河南监委也宣布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航的金融稳定处处长赵德旺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所有的声明都没有提供细节 也没有明确提及这些调查 是否与最近在河南发生的银行丑闻有关 而在上周 中国银保监会河南分行高级巡视员李幻庭被带走 他是村镇银行诈骗案曝光之后 第一位接受调查的当地金融官员 在本周四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在概述今年下半年经济政策时 敦促地方干部回应农村银行业风险 并且要求打击金融犯罪 另外八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 作为中国国企对习近平共同赋予倡议的回应 中国原本高薪的金融人士正在被减薪 同时福利待遇受到大幅限制 消息人士说 包括中国国金和中信证券在内的国有投资银行 今年已经实施了减薪 并且推迟了对员工的奖金发放 在某些情况下 减薪的最高幅度达到60% 消息人士透露自今年年初以来 国有的招商证券等其他公司 已经削减了员工的旅行和娱乐津贴 分析人士指出为中国富裕的金融业的工资设置上限 符合大趋势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监管部门对其他两个高薪行业科技和房地产 进行了严厉打击 导致岗位流失之后 金融业是中国现在为数不多的利润丰厚的行业之一 行业人士表示 在共同富裕的推动下 减薪趋势在今年有所上升 在中国欢迎西方投行来中国扩张之际 这可能会影响人才的保留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5月份敦促中国的券商 要建立健全的薪酬制度 并且警告说 过度的奖励或是短期奖励 可能会导致合规风险 于是减薪的趋势得到了加强 尽管由于中国近期放缓 近几个月 官方关于共同富裕的言论有所消退 但是消息人士称 银行和金融公司的福利和薪酬仍然面临压力 一家国有投行的高管说 中国的投行将会看到对薪酬的彻底检查 他说 共同富裕不再是只有央企才关注的问题 而是已经渗透到了国企 并且成为今年薪酬定调的指导精神 根据路透社汇编的银行文件 中国30家薪酬最高的投资银行中 有13家在2021年将其高级管理人员 和董事会成员的薪酬待遇降低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共同富裕的措施 这一数字预计在今年还会上升 业内人士表示 在中国一名高级投资银行家 每年可以获得300万至1000万元人民币的总薪酬 不包括股票等奖励 一位在国企中被减薪的上海股票销售主管表示 他的减薪幅度是最高的一批 而同期公司的利润增长超过25% 所以说减薪与公司的业绩是没有关系的 他同时向路透社透露 他所在公司的两名工资最高的高管 每人原本的年薪超过1000万元 现在表示自愿降薪 但是他认为很可能是由于对高管的审查 而迫使他们减薪 他还表示 公司领导在今年1月对员工进行了口头指导 要求他们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炫富的生活照片 事情起因是另一家金融公司的分析师 在网上发布了一张224万元的年薪工资单 引起了公众的批评 而根据上海的官方数据 2021年上海金融业以外的白领 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为7.8万元 除了工资以外 福利待遇也被大幅缩减 路透社看到的国企投行中金公司 4月份发布的一份内部备忘路程 从5月1号起 所有员工只能够乘坐经济舱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航线 而此前 中金的董事总经理和执行董事都可以乘坐商务舱 另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五宣布 将在美国上市的最大的中国公司阿里巴巴加入可能退市的黑名单 原因是无法获得其财务审计细节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被加入了这一名单 根据2020年的法律要求 中国公司三年之内不交出财务审计细节 供美国检查就将会面临退市 这一消息发出之后 阿里巴巴的股价在周五大跌11% 今年4月起 北京已经与美国的监管机构就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 中方一直暗示有望解决问题 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 最近则一再表示 并不认为能够与中国当局达成协议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美国NBC最新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 于7月29日周五 启程前往亚太地区展开访问 但是是否前往台湾 没有对外公开 一名查看过出访行程的消息人士说 佩洛西将陆续拜访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以及新加坡 至于外界最关注的台湾 则被佩洛西列为暂定行程 佩洛西和他的下属 以安全因素为由 一再拒绝证实佩洛西的行程安排 佩洛西是否会无视中方威胁 访问台湾 成为近期各界关注焦点 拜登政府在公开场合 都避免谈佩洛西的访台计划 不过美国军方称 已经开始筹备加强安全部署 如果访台计划成行 将能够确保佩洛西坐机的安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他已经与佩洛西亲自谈过 并且向他提供了安全局势评估 中国国防部本周重申 如果佩洛西访台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华盛顿智库马歇尔基金会 亚洲主任格莱伊表示 据他了解 佩洛西决心要去台湾 因为过去一周的形势 已经升高了他不去的代价 格莱伊认为 佩洛西的行动使得中国备敢担心 中国必须采取措施 才能够让红线具有可信度 即便中国领导人希望避免与美国开战 但是仍然愿意冒着让局势升温的风险 做出一些行动 比如说挑战佩洛西的坐机 或者是派军机飞越台湾 不然中国以后的威胁将会不再有效 格莱伊还说 就华盛顿的立场来看 在台湾议题上 美方许多专家认为 与北京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美国更不应该退缩 加上中方一贯以咄咄逼人的态度 威慑美国挺台 美国内部已经形成了广泛的 不予理会北京警告的看法 因此不止共和党 民主党也大有人在支持佩洛西放台 而在周四刚刚举行的 习近平与拜登的通话中 习近平再度就台湾问题 警告美方玩火必自焚 虽然大家都拿这句话来做文章 但是格莱伊指出 其实在2021年11月 双方视频会谈时 习近平已经同样发出过 玩火者必自焚的警告 因此他认为 习近平这次的警告不算是升级 从通话后中美各自公布的新闻稿来看 虽然危机就在眼前 但是中美双方都表示 愿意管控这一分歧 中美双方都提到了 要保持和深化中美沟通渠道 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认为 与不接触相比 两位领导人的直接通话 还是有让形势降温的作用 台湾政界人士则认为 中美双方有意管控分歧 却对台湾问题难以形成共识 一方面凸显出中美对核心利益的认知差距 另外一方面则是双方领导人 至今未能面对面实际接触 难以建立互信 中美双方似乎都感受到了 当面接触的必要性 白宫事后承认 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 的确讨论了面对面会晤的意义 并且要求各自团队跟进 安排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时间进行会晤 如果这一安排落实 将会是拜登上任以来 首次与习近平举行当面会议 在佩洛西访台事件的背景下 习近平发表讲话 他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增大 未来五年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 就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要加强忧患意识 责任意识 全面加强军队人才工作 中央政治局周四下午就深入实施 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进行集体学习 习近平发表讲话 他在讲话中强调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推动军事人员结构布局 开发管理的全面转型升级 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对实现中共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还强调 一定要坚持从政治上培养考察使用人才 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他还要求要把能打仗打胜仗 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跟战争形势演变趋势 增加科技认知力 加强现代科技 特别是军事高技术知识的学习 以科技素养提升中国的军队升级 我们周三报道了美国的里根号航空母舰 携带着舰群现在正朝着台湾方向驶去 根据公开的卫星图像 里根号周四在距离南沙群岛中有争议的火烧焦 约185公里的地方巡航 而有两艘中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 被看到在距离20多公里的附近海域巡航 根据中国海事局发布的通知 距离澳门约89公里的南海地区 将于本周六禁止船只进入 理由是要进行军事演习 前解放军教官宋忠平说 如果佩洛西继续进行台湾之行 美国航母很可能为他提供护航 同时在可能的访问之前 美国将会加强对台湾周边解放军活动的监视 这意味着美国将会部署大量的侦察机 中国军队也在密切关注任何美国飞机和航母舰群 宋忠平说 这是针锋相对的相互监视 他认为在这段时间 中国军队可能试图通过 拦截进入台湾领控的飞机 来使佩洛西难以抵达 再来看其他消息 大陆媒体财新网最新报道 中国国家芯片大基金现任掌舵人 丁文武被调查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国家大基金的总裁丁文武 近日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目前仍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 除了丁文武 此前已有多位大基金高管接受调查 吉林省委监委7月17日公布消息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原副主任 同时也是大基金的唯一管理人陆军 因为涉嫌严重违据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而大基金的另一个投资方是紫光通信 紫光通信是紫光集团百分百控股的企业 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 最近也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目前也是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 再加上本周四 中国当局宣布 作为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主要负责人 工信部部长萧雅庆因为涉嫌违法 也在接受调查 可以说最近一系列的高官落马 全部都与半导体芯片产业有关 而我们都知道芯片领域 现在是中美竞争的重中之重 作为芯片行业和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产业基金之一 国家大基金一直备受关注 大基金现任总裁丁文武 被带走前的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是在7月16日出席厦门举行的 第六届极微半导体峰会 他在当天上午还发表了致辞 他说前两年半导体行业的形势非常好 甚至有人说赚不到钱就是傻子 但是现在开始这种形势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他说过去两年这个行业估值或是市值一天比一天高 刚成立的公司一年可以达到百亿市值 所以资本界也是热情高涨 但是最近资本市场发生了变化 丁文武说中国的半导体行业正在从波峰向波谷的趋势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美科技战的加深 中央政府力求在战略领域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 中国的芯片产业经历了快速发展 丁文武带领的大基金被认为是北京推动以及控制半导体行业的标志性工具 专门用来推动政府资本进入半导体行业 大基金先后对中国最大的内存生产商长江存储 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进行了一系列高调投资 这些投资也带来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巨大泡沫 数据显示 从2021年1月至2021年5月 约有15700家新的半导体公司注册 是一年前同期的三倍之多 这其中的水分可想而知 现在一连串高管的落马 势必会在半导体圈内领起反响 分显示表示 这不至于让芯片行业陷入瘫痪 但是他会吓跑下一个接任大基金的人 对半导体的投资也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保守 而与此同时 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酝酿多时的芯片法案 24名共和党人加入218名民主党人 一起支持了这项法案 预计拜登最快将会在下星期签署法案生效 生效之后 美国政府将提供520亿美元补贴本国的半导体生产 同时为投资新建芯片厂提供投资税的减免 总额估计达到240亿美元 这是拜登政府试图打压中国半导体崛起的重要一步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